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太阳光 太阳光你把它分开以后它分得很多光波的 紫外线是其中一种 你觉得它反光了 但它紫外线它透过来了 晒伤我们皮肤的主要是因为紫外线 黑色衣服对于紫外线的抵抗能力是最强的 就是它遮得更好 对 还有一个好处是一般人认为黑色吸热 黑色吸热那我是不是穿着衣服就会很热不凉爽呢 其实也不是 除非你是紧贴着你的皮肤 就紧身衣 一般人夏天也不穿紧身衣 大家穿个T恤 凉凉快快的 宽松的 如果是黑色衣服呢 太阳光射到黑色衣服上的时候 黑色衣服的表面它确实吸热 但是呢 它里面朝向皮肤的这一侧上面的空间 上面因为吸热 所以它那一层的温度会上升 但是越靠近皮肤呢 温度就越低 这样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在一个空间当中的气流 它的上面是热的 下面是冷的 它就会形成空气的对立流动 空气流动就像风扇吹过来一样 在局部就会形成像风扇效应 那就更凉快了 更凉快了 所以夏天要想 第一要想凉快 第二要想防晒 最好的就是穿相对宽松一点的黑色的衣服 所以我们就这样过去说 新种各种问题 有些人的黑色的衣服 我们在一起的衣服 那么 还在一起的衣服